最差的狀況就是你在整個教養跟教育的過程中 你已經把孩子的天分 其實全部都講一個比較大家理解的話 你都把它formate掉 所以呢 他已經遺失他的天分 而且甚至已經被摧毀 那通常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並不是這一個父母一定是 每天毒打他的小孩 或是不給他飯吃 這樣子還不一定會摧毀他的天分 會摧毀他的天分的方式就是 我很明確的讓他成為我要的樣子 但那個可能不是你孩子真正想要的樣子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 他的本質的天賦 假設他最強的天分是下廚 可是你每天希望他成為小提醒熟悉 對 那你透過嚴格的訓練 嚴厲的要求 而他竟然也都配合你 那麼這個孩子 我告訴你 他長大之後可能會成為 假設滿分是0到100毫 大概是40%到60% 這個水準的小提琴的條件的人 但他沒有辦法再高過更高 但他也不會低過更低 那他在面對他的優勢的時候 有時候他可能也變得無從選擇 因為他被很大量的教育 不要碰觸左邊 要去碰觸右邊 所以我曾經有個媽媽 他在上完課之後 他私下來找我 然後就說 玉米老師 你剛才說的一個孩子 然後呢 他心裡面很想要往左邊走 可是因為他從小都被教往右邊走 結果害他長大之後 每一次遇到路 他都沒有能力走 因為他一下子要走左邊 一下子要走右邊 他一直跳來跳去 他一直找不到路 我覺得那個人好像就是 其實我當下聽到這樣的話 我覺得我心裡的情緒是 是非常多 就是 如果說每一個孩子 在他稱為稱人之前 我們不要在他的翅膀 把他扭歪了 或是上鎖 然後讓他每次要飛之前 就開始自我否認 每次要做判斷 做選擇之前 他就開始自我懷疑 那 我的想像是 去除掉這些部分之後 我覺得那世界可以有多好